在山水当中用的比较少收拾 对啊 因为这是具体的景 山水是比较大的场面 可是有些局部也可以用进去 但是对于局部的认识 再加到山水里面也会对你有帮助 有些化学像云南提材的 还有别的南方提材的人物 当做背景一定很多 对 这个就是说 这属于中景或近景的一些 这样就可以用 创作的构图很关键 对 因为你画之中啊 它是很满的 那你必须把构图也给它表现出来 必须有构图 这样的话你就有取舍 没有取舍的话 你画的时候 等于画的时候 这个构图就要考虑好 对 应该这一块要流出来 是吧 有些地方要 可以再加密 就是拆核 对 对 对 关系 对 好的 对 对 这 那么 有些人也需要墨血 不是说他 就完全要根据他的人 有些是心记忆很重要 记在心里 古人 其实他的血声并不是说很多 可是他靠观察 靠心里的记住 而且自己是有 记在心里再出来的话 它是一种 取舍的那种关系 咱们现在的人 好像靠血声的太多了 这种取舍 主观东西太少 画风景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把主要的东西抓住了 气势抓住了 主要的叶子把它画成一样 底下里有种小部分 所以随便加一点 对 对 它是一个 画面的疏离力超人 对 你不可能比比 它这个每个结构都有道理的 对吧 可是你整体上 你长得是 有道理 其他的你根据你的 画面的需要和这个什么 因为你画的不是标本 对吧 所以有的人不要老考虑到 哎呀 这个有没有道理 这个需要一个 下降 没有 那么 不管 所以 在这个里面 それ丰富有 这两个人 是 那 其实 是 你 不 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